之前有跟大家聊过 一个是新区买低贱房 第二个就是老区的一些二手房 这样的话其实忽略了一部分人群 就是他又希望住老区 又希望住新房子 对那该怎么办 相对来说是 就是市场上面这种资源 相对来说会少一点 他也不是说就是说 只是买房本身 因为他有背后有其他的需求 他的根本性需求是 他想要上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时效 然后他又想离那个时效比较近 中间就会产生矛盾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布里斯巴数得出 就是能够数得出来的几所 非常top的那种时效 基本上全部集中在市中心 但市中心是一非常难出别墅 就大量的那种公寓 找个townhouse都非常难 第二就是可能 就如果你住的稍微远一点 去那边又不太方便 因为失效就比较忙 早上放学之后活动比较多 他接送的话又不是很方便 那他又想要住比较大一点 比较漂亮一点房子 又不想那个在行程上面 又比较花时间 那他可能就要找 总之就是有预算 又有需求的客户要怎么办 咱们今来这期就来讲一下 有没有比较折中的方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顶身之夜布里斯班房产生活频道 我是Chloe 好我是亚乌 接着片头我们来聊一下 就是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市中心比较出名的 像梁守哥尔玛 Saint Joseph Ohalo Church 对 Church也算是离市中心比较近 但依然就是说 在可预算范围之内 就如果你预算比较高的话 还是比较近能上到 然后像Summer Warehouse 那像中学校就比较难 你说要出门 就很短的路程 你要不要走个路 或者开车 可能三五分钟 送完学之后 那边过两个交通 灯就不止三五分钟 对 对就比较困难的 如果说要符合像我片头所说的那种情况的话 基本上就两个地方可以选 一个是西边 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像图旺 然后Selucía Injopili 这种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东边 北边和南边相对来说资源会少一点 为什么这样讲 北边的话 我有帮客人看过 学校 你说能排top的那种 前十不用说了 能进前二十的就有点吃力了 好像有一锁 但名字的话我也忘记了 大家如果仔细找一找的话 可能可以找到一锁 但是就还是资源比较少 然后北边也是那种相对南边和东边来说比较偏老一点 就老房子比较多 这样会不会打击到一种哈米尔腾的 阿斯科的 阿斯科的哈米尔腾应该算是东北边 然后应该也不是特别操心 因为那边有那个San Marguerite 然后预算比较高的话也是比较容易出新房的地方 我说北边是那种往迁赛的方向去走 那边确实就一条路上就老房子特别多 新房子就很少 可能就华人选的不会特别多吧 那南边的话呢就正南边啊 就缺一些比较出跳的一些私校吧 资源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多 比较容易找的像西边刚才提到大家很熟了嘛 就不用再多讲 就什么San Peter啊BBC啊 然后加上一众的功效还不错 就可选择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嘛 但预算的话呢当然也不低啦 那边的话你好好买一个房子的话 新一点的基本上要奔着两百万去 然后甚至甚至可能还带一点点就是 洪水的风险嘛 哦对对 就是San Marguerite最近还是 路面状况还是稍微有点那个 糟一点 也有遇到客户 确实对那边比较担心 所以说南边北边西边 都讲过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到东边来 那东边的话能不能解决这问题呢 其实我之前有客人问过我 但那个时候呢 就是苦于市场上面资源比较少 我不知道他最近有没有买 可能还在市场上在看 他说我想要上那Canon Hill Anglican 因为他查了一下排名 觉得那学校还不错 然后跟大家不熟悉 那个学校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学校其实还蛮小众的 因为本身就是正东边啊 像Canon Hill啊 Karina Balimba那种地方 相对来说本身就是 华人买家相对来说比较少 因为那些区 看上去比较旧一点 绝大部分买东边的买家 可能会出现在像Canon Hill 像你稍微偏 偏南边转过来 南边一点点 Mackenzie啊 Mansfield 过的无疑下那边倒是可能华人买家会逐渐逐渐变多 但是说正东边像Seven Hill Carina Canon Hill那个地方确实跟我提到的中国买家并不是特别多 这次呢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因为我那个买家确实有看到 大家说那Canon Hill的学校还不错 我可不可以买过去 但是那个时候就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一这个学校到底水平怎么样 第二就是那边的一个怎么说呢 分土人情啊 还有交通啊 还有一个社区状况吧 就周边可能涵盖哪些区域 可以去上这个私校 那边的价格怎么样 地价或者是房价怎么样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片尾的时候 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些off market市场之外的一些小货源 大家感兴趣的话 这个时候正好有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过了这个时候可能就没有了 正好因为有找到一些资源可以分享 所以就跟大家来录这一期 好 OK来 我们先来讲一下那边的那个学校吧 Canon Hill其实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那个昆州的高中都开始用那个ETA的成绩 作为大学的入学的分数了嘛 但是因为转化没有特别多 应该是1920年吧 才变成ETA的 像有很多学校还没有公开这部分的数据 所以说有很多排名就不太准 然后对 所以说其实没有几年了 你算上去年的20年 也就可能两三年左右 所以很多学校还没有公开这方面的数据 但是如果你回到以前那套老的算法 像OP成绩的话 Canon Hill这个学校是会进前十的 然后像Better Education里面的排名的话 基本上前20是比较稳的 从学术水平上来说 成绩上来说 它应该会超过大家比较熟悉的省批的 学费的话应该差不多或者稍微便宜一点 但知道的人比较少是因为东边本身华人就去的比较少 第二就是那种不带功效的那种 因为西边大家比较熟 沈皮特是因为那边功效比较好 然后华人都跑过去了 东边的话就是只有一所私校 那边的功效倒不是特别的出名 所以说那边的话 相对来说就是买家群体了解的会比较少一点 但确实是一所好的私校 如果你不太希望就是说学校里面会出现亚洲面口特别多 你想要让小孩就是更加融入的 本地环境 对本地环境 local环境或者是白人环境的话 我觉得Canon Hill Anglican是一个 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标准的学术水平的一个私校 而且它不在市中心 这很关键 不在市中心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在学校旁边买到房子 我之前有很多买家 他就是他被迫去住公寓 他并不是不想住house 是因为他往grandma那个方向去送小孩实在太累了 比方说那个家庭 他有个小孩要送grandma 但是他有其他的小孩可能是读小学 或者是比较更小一点读药语 或者怎么样 那他早上就会非常累 因为你去一次 你还要回来一次 你感觉OK 好像南区上高速去到市中心 可能去起早一点20分钟 但凡起晚一点40分钟起 你加上往返一个小时 对还有另外一个小孩也要送 就特别疲惫 还有就是那种私校 你早上的那个就课外活动很多 像我之前有接触一个医生吧 早上上课之前 先打一个小时网球 然后送到学校去 所以说他出门就是6点出门 7点到学校 好像grandma的上课时间 还比别的学校要早一点 小说博老师是不是已经在grandma的排上队了 怎么必须要这么了解 道听途说 道听途说 不准的话就屏幕下方留言就行了 但应该是能够反映一定的 就是说这种就高水准的私校 他对于学生的要求其实很严的 就是他们还是他们是发自内心的 就是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 他我说你早上七点钟打球不累吗 他觉得还挺开心的 就这种 但是家长就比较累 如果说你要住在附近又想住别墅 基本上市中心那块就很难实现 除非你住非常非常破那种 这样的话就转到像canon hill这种 水平差不多其实没有输很多的私校 但是你在附近是可以找到别墅的 唯一问题就是 新房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 二手房的不便宜了 但不算特别多 你觉得canon hill这个区印象怎么样 应该有做过一些研究吧 canon hill我觉得是一个 他比canon hill翻新的步调要慢一点 随着现在价格也比canon hill更 可负担性更强一点 对可负担性更强更亲民 我觉得是一个 就如果大家已经觉得canon hill很贵了 然后也可以考虑就是canon hill 就是我觉得是东区的第二选择吧 对关键关键离学校近 canon hill离canon hill anglican 都叫那区的名字了 如果你住在周边的话 开车过去可能十分钟 那如果说你是住在canon hill本身的话 去这学校应该五分钟吧 但如果说你不太喜欢这种单性别 学校的话呢canon hill是anglican 是一个混校 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他的普适性 会更高一点 适应不同的家庭 因为有些时候男女家里面 对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很好的一件事情 上学的话就很累 一个男校一个女校要送两次 像这种混校的话 他就优势会比较大一点 第二就是他不在失踪性 相对来说车子会好好开一点 然后本身学校质量也不差 OK视频看到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东区这边 canon hill这边有找到一些就是说 off market的那个土地资源 是可以建房的 如果有这边的有新移民朋友 或者在这边是想住老区 这边有一些那种老的一个资源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想住的离那个canon hill 那个anglican学校 比较近一点的话 再找一些新房 那么就赶紧联系 鼎生之夜好吧 那么今天视频先录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内容的话 欢迎大家关注 鼎生之夜微信客服号 我们会有独家信息给你哦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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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